LINE在日本被称为国民通讯软体 不过去年10月发生大规模各资外泄事件 引发日本政府关注LINE经营问题 日本咨询科技业者LINE雅虎日前宣布 LINE母公司拯救持股问题 与南韩企业Never进行协商 执行长初泽刚表示 已强烈要求母公司资本变更 大方向是希望日本软银能取得最多持股 被外界解读为希望Never将持股出售 南韩媒体报道 一手推动LINE进军国际的Never产品长 也是理事会中唯一的韩国人慎重顾 将推出LINE雅虎理事会 未来所有理事会成员都将是日本人 日媒朝日新闻表示 日本政府认为LINE对韩企Never过度依赖 连同业务外包企业都和Never有关系 因此要求必须强力改善 南韩方面认为 日本政府借资安问题向LINE雅虎 下达的行政指导 意图施压Shenever放弃对LINE雅虎的经营权 南韩外交部先前已就此强调立场 不容许针对韩期的歧视措施 外界担忧事态发展 恐怕对日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装饰综合报导